变形既有 东方养肤之道 美富宝美白小玉瓶 美富宝冠名播出 时间倒回到七天前 李爸爸为了孩子们的备注钱 忍痛卖掉了大白 这让孙七号感激涕零 你对我为这么饿 为了报答李爸爸 孙七号决定放弃这次上学的机会 在镇上的芭蕉林 找一份扛芭蕉的苦力活 我想赚点钱给爸妈 就作为家里的大哥 我就觉得不能让老爸一个人做 我也应该出个人 当时快坚持不住的时候 就想着爸对我们有多好 然后就咬咬牙坚持过去了 就想着多赚一点试一点 能帮爸分担一点试一点 四一个 四二个 你能多给我一点吗 爸他就是为了跟我们上学 把家里的猪都给卖了 都给你们 我就都给你二十嘛 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 挣到了钱 以前花钱 花了没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我知道挣钱 其实特不容易 爸我回来了 爸 爸 我回来了 我给你买了双鞋 等我走的时候 我给你买一双新的 等我走的时候 我给你买一双新的 买一双好的 没事 我把你买背路的那钱赚回来了 我去买 赚碱 小麦 我在你也会 我也想走 这么多 你快活呀 天天干 天天干 你那天咋跑了 我没跑啊 你去哪了 我出去打工啊 重聚的兄弟俩格外兴奋 但是 当他们回到家中 这股兴奋劲 又很快 被一个新的问题给冲散了 一场不爽 每天屋里面本来都撒人 撒小孩 突然少了一个 门口本来坐一排吧 门口堵严严实实了 现在变宽敞了好多 感觉 那便宜 为了排解他们离别的伤感 缓解家中的沉闷气氛 东伟爸爸使出了独门绝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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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り 好孩子 你带草莓球 会和你多久 还要和你久 谁知道的 为什么想不想 谁不想 就是我自从来的时候 没有一天晚上不做梦的 每天晚上都做梦 都梦到我回首 就那天 我记不清我在干什么了 反正走着走着 我突然听见有人喊我 我一回头一看是我妈 我真的特别想到 我希望她能来接我 如果能来的话 肯定会来的 如果不能来 肯定也是有原因 然后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你妈妈给你写一封信 我妈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妈说的很喜欢我 他要等我回去 他每天都在想我 想我有没有变速 有没有晒黑 吃不吃得下饭 床硬不硬 有没有受欺负 我真的很想我妈 就是我第一出生之后 他离我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离我 我就觉得他有了小的 又不疼大的了 现在才发现我 以前我是真的错过他的 你不没走 我妈其实她非常非常爱我 妈 以前是我做的不好 我改好了 我会回来的 不知道 爸 你自己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的吧 我没有你 这条路我已无法走下去 因为有你 我才能够坚持下去 最最最最 没事 真 notebook 没事 Zak �,st Gr自己 谢谢你 关门 戴着 我 戴着 我要谢谢你 给你一块来住个鞋 爸爸 我只想说 谢谢你 你在干嘛 我收东西 收东西吗 我的变形周期到今天结束 你现在走 我在这儿 好好表现 没事 好好表现 然后 我回来 我以后会回来 在家里听爸的话 都给爸帮我忙 爸在家照顾好自己 你认不了钱 你回家你别去 爸说回家别抽烟 别喝酒 别打架 对父母好点 好好学习 小乔 一路坐好 在这儿听话好好待着 都给爸帮帮忙 好 马上就要五点了 现在去做饭 不错 说了不错 就是不错 你死活在那儿赖账 我怎么赖账了 你现在你吃人家了 住人家了 喝人家了 我吃什么喝什么了 你是男人就剁我单球 谁吗 都是山东大老爷们儿 咱啥都不怕啊 对 你手磨破了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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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琦 孙琦昊 孙琦昊走了 家里只剩下形丹影之的黄圣杰 但也正是这份孤独 让他安静下来 重新思考自己和父母的关系 你还记得你爸跟你说那种话吗 记得 无子不可教授 小物不可雕也 分土之强不可物以 以前觉得特别逗 然后很没意义 现在觉得特亲戚 停下停了 在黄圣杰反思自己曾经的种种过错时 他的父母也在寻找着 他们之间的亲自关系 人和走到今天这般陌路的答案 房子不一定要多大多好房 只是要舒服还有温暖 这两种感觉已经离开我很久了 你就不能让我实现一个愿望吗 我曾在生日里许过两次这个愿望 两次你们都不在 我每年都没法照着八景过个生日 我爸妈从来都不想着 过生日撑死就给我买这么大个蛋糕 我吃完就算完了 我连这生日快乐都没有 华丽而空旷的废墟 废墟 现在被我称之为家 从此这个家里只剩下一个少年 他现在只会假笑喝酒 他的父母很久才回来一次 他一直忍着 他一直忍着他去找朋友 他一直忍着他去找朋友 其实他只有一个朋友 其他的像他的家一样花儿和水 好好看啊 他心多孤单 他就是孤单 很多心的话实际上没跟我们说过 他肯定很苦 他心里很苦 特别想家 特别想我爸妈 我才说我爸妈都有做梦 我这样我都没想到 我都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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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伤着爸妈心 哪什么都弥补回 我回去的话 我肯定会好好对我爸妈的 我不可能说再像以前那样 你下辈子转是他 狗狗 你怎么狗 是不是 我觉得我爸妈现在直接对我放弃了 一个孩子如果连父母都放弃了 那他变得再怎么好他有啥用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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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日记的皇上节 为何突然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 日记本里究竟有什么 原来就在皇上节外出干活时 他的父母已经悄悄地从山东赶到了云南 为了给儿子一个惊喜 父亲在儿子的日记里 偷偷留下了一张未署名的字条 字条上的这句话 是父亲曾经天天在儿子耳边念叨 被儿子视为咒语的繁星化 但今天他却成了父子亲情 重新打通对接的温暖密码 他在这边可能吃肉吃不到上 我给他买点肉 做点肉才吃 对 把这个排骨锅切成小块 这个松花蛋不知道咋吃 爸 你加油了吗 加油 好 慢点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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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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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 特别想我爸 特别想我妈 小爸妈 我现在也不觉得我爸忙了 我走了 真的受伤了 什么时候出哪天 给家里搬水 在那边滑了一脚 头在找吵的 小爸妈妈妈 每天都想 是 以前我真的不理解 其实 你都没在这个家 我看到他 我就想到你 爸爸很多事情 都没站在你的角度 和立场上去考虑一起 妈妈说说 我认识想明白了 很多事情 我想管你的事 你管你 不要管你 这人生你干 爸妈妈都是爱你的 我知道 爱 assigned 什么围 疯估 曾 Woods 他 我 一句爱的告白 宣誓这三十天的变形之旅终告结束 在这三十天里 少女们卸下了腰内的伪装 从黑夜走向阳光 卸上偶化妆品 卸下了五妹娘 融化了那颗冰冷漠然的心 开始直面责任与担担 妈 男女 我不想讲 你不想我妈妈 妈妈 我对不起 从今天开始我想重新做回我自己 我给你 老公咋了 你别给山东瀚冰脸行不行 怎么掉山东瀚的脸了 就撞了 就这样被你征服 陈冰冰记的小孩是这儿吗 姐 曾经的岁月也许荒唐幼稚 让家人担忧 让自己受伤 而三十天刻骨铭身的经历 总也给我们一个契机 去迎接全身的自己 也重回最初的自己 主持人 有赛 heroin 有 helt 哪里 哪里 就是什么 地纸龟 地纸龟 山南眩 帅人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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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